这是豆子在驱赶七七 远处呢天霸也有枪 哇 这边 林树超远距离 AK爆头将霸武器击倒 又打了一枪筒 26也很微 一辆载具深深地拖出了DSS的三个人 哇 又打倒一个 我们刚才看到林树居然是在鸡苗 鸡苗超过200米的距离 爆头击倒 还有谁 今天天霸感觉上来的第一局 打得又是非常之奔放 对 他们主要是分数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打起来就会轻松很多 那么敢玩了 DSS很难说 上来之后掉三个兄弟 非常 还是想打绕了一圈 直接停车 这个位置 有队友的一个补强成功 但是CTG过来的时候还是掉了两个 崔奇遥刚才我们看到是没有倒 差一枪 他反打了 对 差一枪 一瞬间CTG团灭了 对方至少有两人以上的编织在这个地方 CTG这一波的壮点是非常非常的鲁莽 而且话说回来 第三架 IFTY这一波我们看一看 先放倒一个 此桥不通啊 这没办法的 哇 他堵这个桥 让我想起了在二次弹 肯定是个先手 车飞了 唐一那边没直接打残 高兴上来补枪 抓住一个对方人头住的这个time点 是的 这里出来的稍微急了一点 577过点 也是被打 哦 重铲 哎呀 这里在先手打倒对方两个的情况下 这人的位置应该点得蛮清楚 所有人都开过枪 为什么这样大胆的过点呢 打得稍微有点齐了 后续 是的 赶紧摁一下 这边灵树要赶紧贴过来 啊 这里DTT真的非常可惜 哎呀 一个雷扔在了77的脸上 唐弟弟直接被补掉 77也是大惨 但局部是个二打二圈 577这边也倒下了 一打一了 所谓这 高点的灵树 这个高点的灵树 又是很大 但是灵树吃了火 有点热 热 还好烧的血量不是很多 是的 上飞机吧 这波高打滴 高打滴真的是 哎呀 被闪到了 完了 但是他给了一颗反 完全就是看个人能力了 先补一个人 逼对方出来 好 两个人 灵树这里有雷 很聪明 他知道对方有救人 这个基本上是必杀了 这个位置 锁定了 是的 锁定了 没有闪光弹了 这边拖的时间太长了 巨幅四个人已经徒步摸过来了 是的 这个结果我们其实能预见的 因为刚才就说 这作为一个圈中心 你动静这么大 肯定会有人过来看的 对的 这波DDT的伏击 真的是非常可惜啊 开局直接就打两个 这个我以为稳了 结果正面的两个突击手 就完全没有同步吧 上去直接摆给 小宇宙先没放到 灵树这个位置 在飞机的顶上 但最终还是寡不敌重啊 小灰收下这一分 天霸的这样的一个分数交换 已经是 他现在已经89分了 他上来打了DSS三个 打了CTG四个 然后再打了这边四个 这边为什么 可能是被K了一个头啊 没有是CTG不是一个满边 而刚刚那种位置的话呢 像DDT和天霸 他们的独狼之间的战斗 其实位置都锁死了 就是拼谁的投注认得更好一些 对 这里JFY最近一直是在这个 SEV这里打架 所以说 看一下他们这边地形 好像理解还是很不错的 一个手雷是 但是现在 另外MCG也想来 对他也插了一脚 刚才有观众提醒我们 这个超级男人 就是赛亚人 赛亚人 这一下就懂了 懂了懂了懂了 这个名字确实很适合他 他很适合叫这个名字 前面因为JFY中了太多的 哎呦 阿同牧这个墙翻的是 真的有点大意了 贴过来以后 他有点后悔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等队友 安护去 这个真的太危险了 因为刚刚这个房子 用手里炸过一轮以后 你锁定对方 是一定在这个房子里面的 双方的人员交换 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 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这个过点 一个篮杆没打到 篮过也是被解决掉 拉出来就直接给连打逮捕 黄之龙也是被坦克干掉 那相应来的话 JFY又是在这里 受到了很大的挫败 耗是耗不起的 JFY这边不想耗了 但小九下来的这个位置 有可能要被打侧身 发现了对方远点的 Summer的位置 身上的伤害性投注物 小九这边还有两颗雷 一颗燃烧瓶 也得先混一下 这辆载举是没有被卸掉胎的 小鹏已经贴到近年了 MCC这个 它是要卡还是要打 我觉得它是要卡 但是你又觉得 它又过了马路是吧 对 你出了安全区了已经 就是如果说你要卡 我觉得 这波只能够强行卖了 是的 对方应该 居然是直接选择不救了 溜了 四阶段救不起来了 离篮圈这么远 确实 而另外一侧 TMA前面我们知道 就是TMA在机场挂后的小飞 是直接被篮圈给带到了 这个应该是网络的一个问题 有可能掉线了 对对对 RF2还是被MCC给逮到了 这个应该是直接追击了 扫车 把两个兄弟全部敲下来 你过来炸 除了浪费投注物以外 没有意义 因为你把这个队炸了以后 等会还会再来一个队 然后你把它炸了以后 你的分数并不是很好拿 不急 我们要在圈 就是说刷的差不多 打决赛的时候 或者说最后要一锤定音的时候 不会再有人来这里的时候 你再去炸它 对 这里硬打药 真的是风际很大 烧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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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枪头 很干脆利路啊 直接过来 插一枪 哎呦 直接反打 露露 哇 这里露露直接是一一川三 一川二 一川二 许生那边也打一个可乐 对 伤害 对方马上没子弹了 没子弹了 然后你再去打它就好了 火力全开 这小龟能不能拖一下 远处一直有人在修 坦克这边上山就被炸倒 是的 该打的架还是得要打呀 前面顶了RBS的两个人 鱼人和Ebaby 怪兽那边从侧翼想要找一个角度 但是这边的反驳看不见 圈也过来了 坦克的位置也倒了 高点先拿着 还有伤害性 无法从山上撤离了 这些人都补掉 正面顶 只要正面能顶赢 完盆已经被放到 这样一来的话 RBS是一个完事 那现在RBS也不用想别的了 就把NZG先卡完再说 是 卡完了以后 我们在圈边找一个山脚上 先待一待 SMS过来说 先掉了一个 有点残血 这样进去的话会很危险 闪到了自己吗 这是 这个是因为前面给了颗烟啊 对 第二颗要往里面去摸吗 把队友也闪了吗 直接一喷 还好 问题不大 差点出大事 这一波 这离散和弹 距离较远的人 被闪的那个时间 确实要同期 结巴没什么好想的 确实 木子里也倒了 这也是卡人的代价 对吧 你卡完人以后 在圣围上一定是吃亏的 哇 于是无补 Summer硬补了一个 一缩针到 不愧是老Summer 目标很明确啊 已经想好了 换分 是的 打一个 先把人补了 这样的话 MCC也拿到了五六分 这个人必须要拔掉 小宇宙这个位置必须要拔掉 捏雷了 距离有点远 不太好人 火没有人过去 吃了一枪 枪法非常的自信 高的V 不闪不避 这里是喊队友过来掩护 反驳刚好把药给打起来 小五弟那边也上了车 要第一时间进行支援了 小龙这边在徒步往前面去摸 KRG跟悟空这里 他是非常火热啊 白龙马是直接顶到厕所门口 但是白龙马还是被背后的鱼人给放倒了 阿别斯 现在是尽可能的在寻找得分的机会 队友想过来把格勒威救下来 鸭鸭放倒了天地底 来了 小鹿跟Forever 这边要找一波鞋铜 但是小宇宙趴的那个位置 这边 顾头又要顾尾 确实打得很难 盖德维那边的补枪 小小子直接被放倒 但小玄子的出枪 盖德维也倒下了 KRZ112 一看南边这边确实近点没有什么人 直接第一时间进行了一波 前面的支援上了车 最后 音音啊 拿下最后一分 是 这里 Forever比较可惜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吃鸡味 说着 好 12赶紧换码枪 可以稍微拉胯了一点 永远到现在还没有淘汰 发挥吧 永远 有机会 因为剩下队伍已经打起来了 这边 刚才愚人士把Monster救下来 哇 这两个人把DT给压在这个 木房里面 DT刚才在外面已经调过人的 就RBS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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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说胆子是真的大呀 同步 同步 这个时候 DT的两个人同时 开火 Ninja跟 DT这边 起步烟 上车 过点 112直接把圈子那边放倒了 掩护做得非常出色 是的 那FWF近点 放倒一个天地地 第一时间换子弹没有补 锁定的位置 有燃烧瓶 二瓦 打一枪头 这个可以扔了 没有掩抵的位置 顺爆 差一点点 天地地二岛直接被让它带走 这边112已经顶了前点 SMS那边已经直接 是把队友给拉起来 本来两个人过来 是想要第一时间 把这个DT给轻掉 到了山 看到两个大客战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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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情的火车将112撕倒 那FWF只能是 进阶里面暂闭 他的位置已经被夹击住了 FWF现在非常的危险 烟雾袋马上就要散了 SMS肯定会优先考虑清掉FWF 这里有点危险 FWF 打一个 但是背身露给了Ninja Ninja直接是将对方撕倒 我们看一下 一打一 一打一 Groza和M762吃了一口 Groza的威力 Ninja独狼吃鸡 在决赛圈Ninja是淘汰了 三个 三个 三个对手 三个 四个 四个 三个